王小飞机上次带女友回台湾和孩子跨年后 又有新动作了 她被多次拍到和女友逛街 一起回酒店 还在直播中大方谈论女友 相比于张盈盈的遮遮掩掩死不承认 这次王小飞异常的高调 难道是好事将近了 相反 再婚一年多的大S正面临婚姻危机 和剧军业冷战已久 不被看好的婚姻就要撑不住了 王小飞新女友的身份也被网友扒了出来 本名刘梅林 1990年出生 比王小飞小了9岁 看来王小飞谈久了姐弟脸 又换了新口味 喜欢年轻的美女 刘梅林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曾经也是一名小演员 但作品屈指可数 有名的更是一个都没有 在三生三世世力桃花中 还客串了一个小角色 做演员没未来的她 转身做了网红 甚至还整容成了网红脸 整容之前的她也不丑 偏清纯来挂的 整容之后直接走起了郁姐性感路线 晒出的照片也是擦边的大尺度照 为了洪大伯眼球 不知是怎么吸引到了王小飞 之前张颖颖因为张岚的反对 只能偷偷摸摸地和王小飞秀恩爱 现在王小飞这么主动看来 张岚对这个儿媳很满意啊 在王小飞最新直播中 有网友在评论里说 王小飞没品 这下王小飞坐不住了 直接点名该网友说 没见过不要胡说八道 我怎么没品了 又继续听女友说话 直言媒体故意选的 不好看的照片 当时女友被摄像头吓到了 所以照片才没拍好 亲自下场 为女友晚尊的王小飞一脸宠溺 何大S维护剧郡夜友的一拼 王小飞从台湾回来后 又飞到成都工作 小女友也是全程陪同 两人不仅甜蜜地逛小吃街 还一起下馆子 没想到汪总这么接地气 之前何大S只出入高档餐厅 如今也能吃生活的苦了 在直播中 有网友质疑女友整容 王小飞直接晒出女友的童年照 一脸真诚地说女友纯天然 还宠溺地和镜头外的女友对视 混迹情场多年的王小飞 果然是个高手 王小飞和新女友你浓我浓 大S就没这么幸运了 曾经大秀恩爱的她和剧郡夜 也正遭受情感危机 剧郡夜已经飞回韩国老家多日了 两人目前正在冷战中 大S不仅感情不顺 为了生活又准备付出 近日消失已久的大S终于又露面了 隐退的一年里 大S和好友聚会的照片偶尔曝光 每次模样都会有变化 但风韵有存 素颜的大S还是很年轻 但没想到这次大S再露面竟然认不出 不仅头发剪短 神态也和剧郡夜越来越像 透露着一股老人味 和之前的清冷女神一点都不沾边 网友评论 这是被汪小飞最新恋情刺激到了吗 据悉此次大S是为某品牌拍摄广告 她身穿白色西装套装内搭紫色打底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头发不知是剃短了 还是都梳到后面去了 整个装扮就像微商女强人 清冷的气质也没有了 如果换成白发 就是妥妥的老奶奶了 这算是大S消失这么长时间后 第一次公开露面 本以为大S还是之前的女神模样 没想到竟被生活摧残成这样 现在的大S和剧郡夜莫名相像 难道这就是夫妻像吗 果然两个人待久了就会像对方 剧郡夜你对大S做了什么 汪小飞看到要暗爽了吧 上次跨年 王小飞特意带着新女友飞往台湾 还与两个孩子一起逛街吃饭 王小飞这么高调的举动 就是想向大S炫耀一下 找了个比大S小十多岁的漂亮女友 大S却找了个老头 大S去年被争议缠身 为了躲避风头 他暂别了娱乐圈 独留剧郡夜一人在娱乐圈闯荡 从剧郡夜口中可以得知 大S消失的这段时间 过得没那么潇洒 他透露大S因为汪小飞和张岚的纠缠 精神状态很不好 甚至身体健康都出现了问题 大S如今身体还没调理好 就急匆匆地付出捞钱 网友纷纷猜测 是不是剧郡夜养不起大S了 据悉 这次付出大S将和妹妹小S一起主持综艺节目 该节目是为姐妹俩量身制作的 也是访谈类节目 大S在娱乐圈打拼几十年 没想到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和妹妹又做回了主持人的角色 最新的节目策划透露大S将在节目上 谈自己和剧郡夜结婚后的经历和感受 剧郡夜本人也可能会现身节目当嘉宾 如果是这样 那舒适里就不用担心了 大S也心勃勃力志想要夺回自己失去的一切 重新拿回台湾一姐的称号 这么做也是为了报复汪小飞 汪小飞上次带孩子见后马 没有事先告知大S 这让大S很不舒服 他觉得汪小飞把两个孩子当成炒作的工具 大S很介意孩子出境 离婚后大S把两个孩子保护得很好 但汪小飞和张兰一和孩子见面 就故意拉着他们露面 这也是为什么大S不想让他们见孩子的原因 汪小飞和大S离婚后 就一直考虑S酒店改名的问题 当初汪小飞为了表达自己对大S的爱意 也或许是为酒店拉热度 直接用大S的名字为台湾的酒店命名 两人离婚后大S让汪小飞把名字改掉 不然就告他侵犯肖像权 汪小飞一直拖着 这次他带女友回台湾 顺便把酒店名字改了 直接在S上加了一笔 就变成了美元的符号 想出这个idea的人必须加鸡腿 汪小飞也彻底和大S歌喜了 两个人除了孩子这层联系 几乎和陌生人一样了 现在汪小飞和新女友时不时地秀恩爱 不仅逛街买小吃 还在直播时例证女友没有整容是纯天然 难道情场浪子汪小飞 这次要收手了 那离生娃也不远了 这样一来 汪小飞和大S的两个孩子就彻底失宠了 大S的抚养费也会相对减少 面对财务危机大S只好挺身而出 毕竟这个家靠聚军也一个人实在养不起 这一年大S的老本也吃了不少 他冒着被网友骂捞钱的风险 紧急复工 没想到却输在了颜值上 大S美容女王的称号 要保不住了吗 凭他以往对自己的很近 应该不久就容貌回春了 不管生活多苦 还是对自己好一点 此前小S接受媒体采访 当问到大S会不会付出娱乐圈 小S表示大S很早就决定退居幕后了 如今大S又被台媒爆出付出拍广告 这不是打脸小S之前的言论吗 也许大S曾经想退圈这是事实 但是现在付出 也是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一种结果 为何在一系列的闹剧事件当中 汪小飞的口碑赢过了大S 那是因为在汪小飞身上看到憨厚仗义大方等质量 试问哪位前夫在离婚之后 还能给前妻家浇水滇费 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 汪小飞做到了 如今随着两个孩子越来越大 汪小飞过不了多久 也不需要给大S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了 尤其是他现在也有了新的恋情 结婚生子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新家庭之中 虽然大S曾经红得发紫 但是身为明星 一直过着高消费的生活 这些年没有拍戏 相信也没有太多积蓄了 从这两方面看他没有了经济来源 虽然嫁给了聚俊叶 也是一位明星 但是就是打碟的 在韩国娱乐圈也属于18级级别的明星 只能说他因为汪小飞大S的事情 收获了很高的关注度 聚俊叶也想趁着热度 好好搞事业赚钱 每天只在家秀恩爱 只靠把尿 喂饭这些终究是靠不住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2023年年初 在台北开了个人秀 在秀场上 聚俊叶为了获得更高的关注度 真是无所不用奇迹 竟然上演了首撕床垫的名场面 要知道床垫梗可是他的黑历史 但是他敢于拿到舞台上秀 佩服这个勇气 虽然这样的举动博得了媒体的关注度 但是嘲讽声居多 并没有增加他个人的商业价值 除此开个秀之外 聚俊叶又把重心放在了开画展上 还晒出与成龙自传的合影 想博得更高的关注度 大S一家人对于聚俊叶的画展 也是全力支持 岳母小姨子齐出动 尽管声势浩大 但是最终的结果也是雷声大于点小 画展也没有泛起太大的水画 本以为可以凭借画展 赚一些钱和知名度 没有想到很快有知情的网友爆出内幕 更是让大S的体面碎了一地 过去他哪受过这些委屈 网友爆料称 剧军业画展只有五张画 同时还有人爆料是大S捐助十万台币给亲朋好友 让他们来支持剧军业 来充当门面 大S真是用心良苦 凭借大S的人脉 剧军业也搞了不少工作 但是都没有泛起大的水画 反倒是引来不少的吐槽漫马 更别提赚钱了 大S退圈也多年了 一直过着高消费的生活 积蓄也不多了 否则他与剧军业结婚 不会买不起钻戒 而是在手指上纹了一个戒指 如果大S还想过有质量的生活 只能他自己付出娱乐圈赚钱了 指望剧军业那是不现实的 现如今 凡是与汪小飞有关联的人 都开启了直播带货 比如前女友张盈盈 与汪小飞分手后 直播间的人气爆棚 赚了个盘满钵满 如果大S这个时候付出 参加一些活动或是去直播带货 因为汪小飞的缘故 还是会有很高的关注度 所以他宁愿打脸妹妹小S 过去说的退圈言论 也要付出工作赚钱 一切都是被现实生活逼迫的 前任两次断舍离 现任是碌碌无尾 在这样的情形下 大S只能凭借自己的能力了 你期待大S的付出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